你可能還要緊 先說明一下 我最近 就是我現在不拿loop的原因 應該有些朋友不知道loop是什麼 對 如果剛好是走過路過 loop是我 是我一直以來 就是 反正它是一台機器 你可以錄一些 你可以錄節奏進去 比如說你可以打一個吉他進去 像 如果剛剛沒有看到那個 十一層的表演 它可以打吉他進去 然後你可以錄和聲 然後反正就是 但是它可以當作一個樂團 你一個人做所有的事情 就是靠那台機器 那 但是就是我從去年 去年五月吧 開始教 就是開始在台北教課 就教吉他 然後我開始發現到 就是吉他 它是我的 它是我的武器 就是我必須要透過它傳達東西 所以但是我發現 我仰賴那台機器的同時 我已經就是丟失了太多 我吉他要注意的細節 所以我發現 我等一下要把一切打掉 然後靠這把吉他 就是好好的把一些想要做的感覺 跟層次做出來 對 所以這是我現在在努力的事情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吉他很強的人這樣 對 然後 所以當然 我自己 我自己一直都是那種進步很 很慢的人 但是我會感覺到 我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還蠻很開心的 所以我就是不想拿loop 而且loop真的很重 很重死 好然後接下來這首歌 每隻蚊子死在我的博音上 每隻蚊子死在我的博音上 可以寫歌了 可以寫歌了 接下來這首歌 叫做 高麗菜 每隻都要特別講 這個字 就是高麗菜粥 然後 它是米南語的歌曲 這首歌 其實是我去參加一個劇場 然後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 因為那個朋友的故事而寫下來 這其實是 因為他的阿嬤有失智症 然後有時候會忘記他 但是 他只要就是 看到高麗菜粥 他就會想到他阿嬤這樣 然後 我覺得 就是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預設任何 任同的想法 就是單純把他故事寫下來 但沒想到這首歌其實 好像把大家的 就是 很多人的童年的感覺都寫出來 然後 我後來回去聽的時候 我也會想到 小松在阿嬤家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其實這首歌想要講的是 你們每個人心裡面 可能沒有一道菜 就是 那道菜可能是 你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 他可能不擅長 可是你在哪裡都吃不到那道菜的味道 對 那那道菜 呃 最象徵性的就是 格力菜門這樣的東西 然後 如果你心裡面也有那道菜的話 希望這首歌可以讓你哭 我以前最一開始寫歌的時候 追求的事情就是 大家聽得要哭 大家聽得要哭 在心裡 我喜歡 處理 就是 你 你 如果 大家 想說 我 你 阿嬤 坐著我來為你 鳳梯 其實我太想要吃你做的 咖哩採援 咖哩採援的湖秘 無時阿嬤 跟我方回忆 是幾個花坐在柳天 天天啊吃飯的風景 咖哩採援的湖秘 阿嬤 跟我們方回忆 未當咖哩 跟我們方回忆 跟我們方回忆 咖哩採援的湖秘 阿嬤 跟我們方回忆 咖哩採援的湖秘 阿嬤 我們要等下一個 咖哩採援的湖秘 我們要去起來和部分都夠佳麗 我們來吃一個 咖哩採援的湖秘 我白的感情就要靠你的改遍 阿嬤坐請我來為你奉帝 其實我想要吃你出的 哥的菜圍 哥的菜圍的滋味 不是阿嬤跟我伴回去 心灰的火坐在肚子 天天也吃飽的風景 哥的菜圍的滋味 阿嬤將我伴回去 月等再來跟我們白頭髒 跟我們做好人 晚上丟臉膀去藏這張牆 阿嬤 哥的菜圍 阿嬤的滋味 甘的甘子 阿嬤好 阿嬤 謝謝 阿嬤 阿嬤 阿嬤